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已叫人到琉璃阁知会一声 今晚就咱们两个吃 怎么样 玄玄咪咪 都老夫老妻了 还搞什么约会 被人笑话了去 你再说一遍 啊 当我什么都没说 大人说的都对 陆毅似乎早已准备好了一匹骏马 带上惊吓往镇子外奔驰而去 今夏在身后抱着陆大人 脸颊亲密无间地贴着他的背 心里却嘀咕 眼看到了野外 人烟稀少的 哪有什么餐馆呀 也不知道他搞什么鬼 一路急风清扫 将身上的汗珠尽数催干 眼前忽然开阔 马蹄踏在湖边浅草间 满眼望去 都是绿油油的荷叶 荷叶间盛开着一层层 方姿绰约的荷花 这绿意盎然与亭亭玉立组成的十里和尺 看得惊吓眼儿都直了 两人下马 惊吓不禁惊叹 原来这里有这么好看的一片荷花 我竟然不知 荷花未开始 这里一片残叶枯枝 今夏一来 才有了十里荷花 今夏魔光流动 偷瞥了他一眼 大人这是一语双关啊 心里甚甜 仿佛也开了十里荷花 随风摇曳 湖边停靠着一只小蛤 船夫轻呼 阁主 夫人 请上船 路易嘴角含笑 想搀扶着夫人走上船 今夏却是一颗跳跃 干脆利落地上了船 并向路大人挑了挑眉 双臂抱胸 嘚瑟了一下 爷咋没有那么老弱病残呢 爷是夏夜 六山门补快 路大人回他一个冷笑 好啊 夏夜 你等着 一会儿有你受不了的时候 小船拨开荷叶从 向藕花深处撑去 一阵清风吹过 带来一股鱼香味 今夏嗅了嗅 惊喜叫道 烤鱼 是烤鱼 他本来就饿着肚子 这道够人的美味袭来 哪儿还受得了 口水都流出来了 荷叶尽头是一片清澈的湖水 中间有个湖心亭 一个厨子正在一排炭火炉上 烤着狮鱼和草鱼 还有一排小炉上温着好几盅粥 今夏有点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 欢呼着要吃烤鱼 厨子低声建议 夫人最好先喝一小碗养味粥 一米山药粥 豆子黄花粥 山林粥 鸡丝粥 金菊黄氏粥 夫人喜欢哪一个 喝碗粥还有这么多花样 今夏听得懵了 随便吧 厨子微微一笑 给他盛了碗一米山药粥 今夏端起来 一口气就喝完了 哎 慢点 路易生怕他噎着 喝完今夏咋巴着嘴 舔了舔唇边 问道 师傅你叫什么名字 你煮的粥真好吃 每一样都来一碗 厨子露出一丝傲然之色 在下人称厨神不重样 十八年来 从我手中做出的菜 还没有完全重样的 就是这一道考试鱼 我也能做出十八种味道来 今夏一拍手 恍然 哦 原来你就是远近闻名的 出身不重样啊 可据我了解 出身不重样 从来不给别人做次处 为何 厨子对着路易行了一个礼 恭敬道 因为阁主对我有恩 若不是阁主 我的菜馆就给镇上的恶霸菜破天给砸了 所以以后 只要阁主需要 随叫随到 好大的面子啊 今夏瞅了路大人一眼 心里有种 我家男人就是这么熊的自豪感 油然而生 我喜欢你 出身大哥 来 上考鱼 我已经等不及想尝尝了 肩下表达情感的方式 总是这么豪爽 别人家只会说 我喜欢你煮的菜 而不会说 我喜欢你 出身大哥一时之间 有点不习惯 瞧了瞧路各主 似乎对此毫不在意 心想 这对夫妻的相处之道 有些特别 将烤好的一条鱼 放置在菜叶上 端给高主夫人 一丝混着果香和鱼香的气息 钻入鼻孔 今夏深吸一口气 夹起鱼肚上最好的一块肉 蘸了蘸调料 送到路大人嘴边 像哄孩子吃饭一样 做了个啊的动作 路易颇感意外 你哥你先吃啊 我一会儿再吃 不 第一口给大人吃 要不是大人年 我哪来这么好的口福呢 看惊吓坚持 路易就顺着他的意 张嘴吃了 目光却始终停留在 夫人的脸上 嚼了几下后 他拿起筷子 夹起一块鱼肉 蘸好料 喂给夫人吃 这一幕相互喂食的画面 实在太惊人 厨神已经看不下去了 他生平第一次痛恨 自己是个厨子 明明要闪人的场面 却偏偏需要留下来做美食 他只得硬着头皮装瞎子 一心烤鱼 其他的无事 好不容易烤完鱼 求生欲望强烈的他 拱手道 阁主 夫人 请慢用 在下 这就告辞了 路易还不忘 补了一刀 嗯 你明天早上再来收摊 是 厨神跳上小隔 与船夫两人 倾刻尖逃得无影无踪 湖上一片静谜 荡漾着水波微蓝 终于无人打扰了 除了偶尔惊奇的一滩欧鹿 肩下品着果味烤鱼 想起了在沙漠时 师父给他特制的仙人掌烤鱼 两番滋味全然不同 却各具风味 不同的心境 造就了不同的意境 彼时更多的是感动 此时更多的是甜蜜 人生夺于恩师 是他的造化 而遇见夫君 与他厮守终生 更是造化中的造化 此刻心有所感 今下真是恨不得 把世间所有的美好 都给他 而他总能猜到他的心思 并进而得寸进尺 感动的话 就给我唱首曲子 今下站起身 望着亭子外一轮圆月 心里想起了什么 说道 好啊 正好先学了一首曲子 名叫梦 大人 您听好了 梦儿里梦见冤家道 梦儿里双手搂抱着 梦儿里就把乖亲叫 梦儿里求奉有 梦儿里配鸾娇 梦儿里相逢也 梦儿里又去了 路易皱了皱浓眉 媳妇专挑虎狼之词唱了 不过挺喜欢 正听的心花怒放间 却见今下 也心花怒放地绕着他转了个圈 挨着路易的身子 跳了一个舞曲 这种舞蹈最是撩人 路易却纹丝不动 只是一把抓过今下的衣襟 故作镇定地问道 你抑郁何为 你说呢 今下整张脸几乎都写满色字 他一心想着讨大人欢喜 已弥补这段十日以来 对他的冷落 只是完全没想到 下一秒 他的身子竟然被一把 推出了亭子 哗啦一声 整个人都落进了湖水里 对于炎炎夏日 这样的沁凉一身 还真是舒爽 只是想不通陆大人 为什么突然来这么一下 今下从湖里钻出来 磨去脸上的水珠 挡怒道 陆毅 陆文渊 你干什么 陆毅倚靠在斜篮上 月灰撒在他脸上 带着几分调侃 又似乎满是爱意 原今下 你不会以为满身汗臭尾 就可以上本大人的床吧 今下不服气地 拍打了一下水面 水花见了自己一脸 谁说要上你的床了 刚才你不想吗 不就是洗个澡吗 你何必用如此粗叶的方式 推我下水 六扇门远不愧 本大人以为 你更喜欢这种粗叶的方式呢 今下这才反应过来 原来是刚才上船时 自己没让大人服 大人还真是压自必报啊 大人 在你眼里 我就是这么彪悍的女汉子吗 今下显得十分委屈 憋了憋嘴 假装哭起来 其实我就是个 需要人疼心的弱女子 这水好凉啊 真的凉吗 陆大人果然上当了 当然更大的可能性 是故意上当 他飞升扑进湖里 抱住媳妇 这大夏天的 怕什么凉 怕凉也有夫君在 一片约灰 撒在两人身上 陆毅紧紧地搂抱着他 在湖水中 一浮一尘 今下 不要再忽视我 其实 我比孕儿可怜 赵花令今下心中一惊 她忽然间明白过来 过去失散的一年 孕儿在公主府 有人照顾 也有玩伴 小小年纪 尚不懂什么叫悲伤 而对陆大人来说 却是日日煎熬 忧思成疾 想到他为了寻找自己 付出的一切 心里无比的愧疚 比起孕儿 他更应该关注和陪伴的人 是陆大人 这么想着 他便主动地亲吻上去 然后又推开他 十分警觉地朝四周 扫视了一拳 你说 会不会有人在看着我们 放心吧 这片湖光山色 我已经买下了 今晚这方圆十里之内 都不会有人 陆一指着远处 灯火通明的柱上楼阁 那一片水泄明 叫夏宜小柱 今下 你喜欢吗 夏宜小柱 今下猛然想起了 做梦都想回去的京城陆府 陆大人 曾在新婚之夜 送给他一份大礼 那就是夏宜小柱 随着陆大人被贬 夏宜小柱 也早已不属于他 而陆大人 却从未忘记这件事 如今 又重新送了一次礼物 真有种 适而复得的狂喜 陆大人 这是 在重塑 家的感觉啊 字幕志愿者 杜兽小柱 杜兽小柱